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 民进党的发言人吴珍 今天早上他去参加了广播节目的录影 结果接受主持人专访的时候 余待玄机的说 这个宪法法庭不是在审理 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暂时处分吗 结果他说他在想 maybe今天下班之前 这宪法法庭有可能就会有结果出来 主持人还说真的假的 有这回事吗 真的会有暂时处分吗 他当时就说 我只是听一些法界的朋友在讲而已 这才刚刚传出了最新的消息 果然 现在宪法法庭的暂时处分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宾哥怎么看 就是以后有事情就问吴珍就对 他都是第一手消息 党部发言人 对 因为吴珍 今天在伟翰的节目上 他是讲说 因为伟翰一直问他嘛 你怎么会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他说没有啦 是法界的一些朋友讲 其他人有没有说错没说错 那法界的朋友就是法官嘛 法官也是法界的朋友啊 没错啊 完全没错啊 所以 所以今天杨明说 下班以前如果真的做出处分 那就证明了 宪法法庭是民进党开的 现在就证明了 对 就证明了 人家就是 你知道本来我今天 我上个节目跟奉兴同台的时候 奉兴还说 你吴珍把它说破 人家可能会故意 挪到下礼拜一再宣布 结果人家民进党 根本没在怕了 谁在怕你 我就是今天下班前要告诉你 厉害了吧 所以宪法 法庭是民进党开的 还有人在怀疑这件事吗 你们不要小看民进党 我们就是开法庭的 怎么样 不服气吗 但是我必须说 今天这个 结果让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我本来以为他会全部暂时处分 结果并没有 他居然保留了 立院职权刑事法里头 第25条 第45条 第47条 那让这个就是暂时 没有暂时处分 这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就是调查权啊 听证权的行使 还有秒释国会罪 就在这里 那太好了 如果保留这个 我觉得非常好 那是不是这次法官有人在弄 赖心得 我现在担心这个事情 因为照他们 吴曾坚会这么有自信的讲 他们应该是第一个 知道今天暂时处分就会出来 第二个他们认为是 应该是大获全胜 你们不要看 赖心得之前在对那些学生讲的时候 不是说你们如果不服的话 清了会出来哦 表示他早就知道结果了嘛 那现在我怀疑一件事 是不是结果不如赖心得所想 因为老实讲 其实这一次再也真的最重要的 就是这25条 45条跟47条 不是 第二25条 之254547 这三项 结果这三项既然没有暂时处分 这三项没有暂时处分 像龙界仙他们就可以组成调查小组 继续去查 这个是非常重要 反而是那个国情报告被冻结了 不能做 谁在乎啊 然后讲Who care 谁喜欢看赖心得在那边讲话 我一点都不想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讲什么我也不想听 我讲他 而且讲的一定是废话 他居然来了讲也是废话 就是那种冠冕堂皇的听对干嘛 其实我本来一直认为 那个对赖心得来讲 那是一个很好的作秀舞台 他可以展现 你看 这么多 就算民营党不是国会的在野党 我也敢去 而且我就是跟你直球对决 这是一个非常好表现的一个舞台 结果法官不让他去 然后呢 现在呢 法官继续保留了在野党 至少在九月四线结果出来之前 可以继续行使调查权 所以我现在高度怀疑一件事情 因为请大家注意哦 这些大法官是谁提名 是蔡英文提名 所以是不是你弄了郑文灿 蔡英文不爽 现在蔡英文叫这些法官说 你们不要听大家听我的 是这样吗 因为不然的话 按照赖心得跟民营党本来的安排 应该是 结果就是直接全部冻结 全部暂时处分 不能够让你运作 最少有七个不听他的 对啊 所以我现在在高度怀疑 是不是蔡英文出手 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我想不出来今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赖心得 你在弄郑文在弄凶野 那我们看看九月 到底会有什么结果 我现在突然之间 对法官有一点点小小的信心 这个要注意一下 我提一个 我一定要看时间 这个调查权一定在国会 开议的时候 它才能使用 九月底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 国民党假如要征集这个时间 我建议赶快要求召开临时会 对 临时会就可以趁你九月没有前来 然后让社会看到 这个调查权是有用的 用社会来支持这个调查权 然后让法官 在这个审判上才不会 现在换个你放心 以为没事了 结果到后面他要脱你的裤子 这个要小心 对 我其实要提议 对 提早 我不配 那个 因为让台湾社会记看到 原来有了听证调查权 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个呢 因为没有开议的话 我们这个前提是不能行使的 其实我是一直在建议 我不知道国民党有没有听到 我就直接在那边跟隆爹先讲 现在陈其中不是公然讲说他不要来吗 因为那个违法违宪 你们立刻一秒是国会把他处罚 然后把他送检察官啊 就证实给大家看啊 调查权的作用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要赶快提 对 因为现在来修会嘛 是啊 我觉得让赶快去做这件事 因为做出这件事 第一个可以破除很多谣言 因为过去民进党不是常常在 故意在散布谣言说 说那个立保元可以自己处罚 这些人啊 干嘛 我们就实际做一次给你看 这还是要经过检察官的 第二个 藐视国会罪不现在这个时候用 到底什么时候用 法则通过了还不用 其实他这个暂时处分 就是泄露了就是说 你的听证会 你的听证权跟你的调查权 还有你的藐视国会罪 并不会因此而侵犯到 或者是影响到任何人的权利 所以他不需要暂时处分 对 暂时处分的目的是在这里吗 还没有视线之前 有人的权益受了影响 那就表示国会这三个权利 不会让任何人的权益 受到不当的影响 这已经反证了嘛 反 所以他们大法官觉得 只有赖清德的面子会受到影响 因为拍马屁拍到马腿上 所以就说那不然赖清德 我们就保护赖清德 向今上有交代 谢隆杰会生气 那全世界唯一可以自得了的 就是谢隆杰 既然没有让他表现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来识听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不 granил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